他绝对不是个小家鄙小打小闹 拿一根葱拿一根草在那研究 我们是把它放到一个很大的坐标系 吃东西必要讲究这个 什么叫天 讲饮食必须要讲饮食 你吃的喝的这个东西 出产的时间 你吃的时间 这叫十一有节的那个节的一段 吃东西一定要顺天时 或者叫顺应天时 顺应天时呢 怎么讲 要扯当地去 在这 印记 也就是说 你想健康长寿的话 那么你吃的东西最好是印记 印记的还真是最便宜的 我现在回忆一下 我们穷的时候吃的那些东西 还反而是最健康的 因为咱没条件去吃不健康的东西 你那会儿没穷过 没有反季节东西 都是下来什么吃什么 我小时候我们住的平房 平房对面是个菜铺 就是卖菜的地方 然后我们家外面大概200米 就是那个菜地 那农民那会儿又是公社 种东西不是自己的 农民那个马拉那个车 拉上一车 黄瓜 西红柿 菜瓜 就往那菜库里运 我们就在路上打劫 哎呀 干了太多坏事 但是印记呀 人下来是吗 我记得都抢过人什么呀 还有那我们那儿没有 北方不种甘蔗嘛 我们是种那个甜菜 就甜菜疙瘩这么大 甜的 然后拿这个甜菜去榨糖 我们把这个东西偷了 然后切成块焖的 熟了以后比红薯还甜的好吃 印记 这个印记呢 如果再讲究点呢 就是要随着二十四节气的变化 去吃东西 每个植物都有它的信 是吧 有它的信 就是说 哎 什么时候什么滑开 什么什么绣 什么时候结石 叫滑 绣 石 这种叫漏 你比如现在什么花开了 石榴花开了 是吧 所以它有它的信 现在什么果下来了 啊 什么银银草 丧热 丧热 对吧 南方的话 杨梅也下来了 所以什么季节下来什么 而现在西瓜下来了 昨天它们又给送来十颗大西瓜 啊 印记 印记的目的在于什么 我们吃饭的目的 最最最基本的 第一要充饥 啊 解禅 最后要过瘾 过瘾 其实就是调绳 通绳啊 所以在四七调绳大论里面呢 我们叫通过随着春夏秋冬生长收藏的这么一个起伏规律去举止思想行为啊 吃什么喝什么 这样的话呢 就跟着它走 你看 中医一样学以人为本体现在吃什么不重要 你是不是鸡了 您是不是饿了 您是不是馋了 很重要 这些都是什么 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所以一帮蠢猪整天在叫嚣让人们吃不吃早餐的时候 啊 举出各种论据 科学的论断的时候 没有一个站出来说 你早晨起来急不急 是吧 你早晨起来饿不饿 没有人问 都是强暴 强暴 强奸人的位 有啥区别 以人为本是王道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是霸道 美国在伊拉克就是霸道 对吧 所以这个发心启愿这个立足点很重要 印记的基本规律的我们以前也讲过 我现在简单总结一下 起码你要印四季 因为我们处在中原偏北的这么一个地域环境 而且不靠海 所以我们的饮食呢 应该是跟着这个四季变化走 本着什么 春天吃嫩芽绿叶 少吃肉 这我已经反复讲过了 因为春天不是杀戮的季节 春天是生而勿杀 羽而勿多 赏而勿乏 此春气之印 逆之则伤肝 就把你那生发的那个阳气给压制了 你杀别人 也内心反 后坐力也压抑你自己的生机 所以叫春生 多吃 嫩芽绿叶 鼓励生发之气 少吃肉 少吃酸 偏点辛辣 注意 我说的是正常人 对吧 正常人应该这么做 鼓励他的生发之气 所以我们春 一咬春的时候 历春那天要吃春饼 春饼里面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豆芽 对月儿菜 而且大家记住 我们又要快过端午节了 所谓过年过节 都是以前穷人 吃不饱 穿不暖的穷人 唯一可以吃饱 吃好的一天 所以中国的节日 都带着浓厚的 吃不饱的人 穿不暖的人的生活习俗 所以我们一到过节 吃那个东西 基本上都是 粘腻肥厚 难消化 所以事过境迁 到现在这个时代和局面了 你还在吃传统的那个饮食 那就是个蠢货 所以你想想八月十五的月饼 高糖高油 吃了以后就顶着 那要是以前吃不着这个油 吃不着糖 吃不着白面的人吃 那香死了 你现在天天都吃这个 再吃月饼 月饼 还闹个蛋黄 还闹两个蛋黄 是吧 传统 继承传统的目的 是让我们活得更好一点 不是说为了传统 而传统 是吧 你刚才现在吃这个粽子 粽子是最扛饿的 或者最扛记忆的 为什么 他这个巨难消 是吧 胃啊在那儿 乳啊 乳动啊 乳动啊 就是给它挤不下去 我们 他老在胃里面留着 是吧 所以吃元宵 噎死的 吃这个 我跟阿龙做了一个节目 他们采访这个 九十岁百岁老人嘛 就是这个九十多岁老太 吃元宵饼 YES 为什么 这个粘的东西 粘负我粘的能力特别强 就卡在那儿就 就下不去 削不掉 很难削 所以呢 这个粽子 你们要吃 尝一口得了 而且现在你看 南方又把南方的那个肉粽子 传过来 我们北方人就包个枣 包个枣就行了 还闹一个肉粽子 巨难削 就把自己那个胃啊 撑得鼓鼓的 你要是个地主顾长工 你给人吃了这也挺好 长工就干活不饿 不羁 现在不好 所以这个饮食一定要注意 春天呢 绿叶 生发 夏天呢 夏天 大热 大汗 容易流失 盐分 要注意 饮食里面 要补充盐 要偏咸 夏天里面 可以吃点什么 可以适当补充一些 血肉 有情之品 但是记住 夏天 人的胃肠 容易寒 因为他的所有的热气 全蒸腾在体表 所以一定要吃温的东西 温性的东西 夏天有时候你摸摸自个人的肚子 阴凉阴凉 所以夏天最蠢的事是吃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道法自然 夏天没冰棍 我们就不吃 冬天有冰 我们就吃一口 这是动物的生存方式啊 动物也不上学 不学养生课 人活在天上 对吧 人就是有什么 咱吃什么 他不瞎闹 秋天呢 秋天果实下来了 秋天容易燥 要吃点水果 梨啊 苹果啊 都可以吃 下来什么吃什么 要滋阴润燥 到秋天喝点果汁 所以你到春天 去点个果汁喝 那就是啥棒 春天哪有水果 油也是带着邪气 冬天呢 冬天秋天吃果 冬天吃食 哦 坚果 看松鼠吃什么 你就吃什么 而且呢 冬天要吃一些续根的东西 也就是说 你到冬天地里能刨出什么 就吃什么 土豆啊 红薯啊 萝卜 是吧 北京人叫撇了 我们这儿叫松根 而且冬天应该吃点什么 从秋天开始 人们其实就应该晒点干菜 菜干 葫芦干 豆角丝 茄子干 到冬天一顿肉 巨香 为什么 冬天是必尝的 如果冬天吃绿叶菜 就给身体一个错误的信号 提前发情 提前说 呦 春天来了 提前叫春 然后呢 出去以后又是 风刀双剑 那么严寒 最后这个闹的 你的神啊 就特痛苦 他到底该听谁的 神一痛苦 人就开始痛苦 痛苦到几点 就要自杀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节课接着再讲 lon fac 早送了 优优独播喚 未经许 舍 这一人 那天 下 早送了